10月12号,在石家庄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,中国新闻社社长张欣兴,印尼国际日报集团董事长熊德龙,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总裁张小贝,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陈秀兰,马来西亚星州日报总编辑郭清江,以及美国英龙传媒公司董事长苏延涛,六位华文媒体大咖,围绕转型求生,融合求变的主题,展开高端对话。 中国新闻社社长张欣兴表示,许多海外华文媒体在迎接互联网信息化的挑战面前,主动注入互联网思维,精心发展新媒体业务。 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陈秀兰认为,互联网等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时空限制,可以使生产的内容抵达更广泛的读者群,而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在传媒中的应用,可以为读者提供更优质,更贴合的内容。 当你的新闻不再是一个编辑帮你筛选的新闻,而是一个透过演算者,这个演算者有大数据,我们当然说大数据它是公正的,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声音能够走出去,让中国的好故事能够到全世界都能够听得到。 在印尼国际日报集团董事长熊德龙看来,华文媒体要随时代潮流而动,内容上要精益求精,要与国内外媒体同行广泛合作,取长补短,共赢发展。 美国英龙传媒公司董事长苏延涛表示,应对传媒融合发展浪潮并未有标准答案,华文媒体所在地区不同,自身优势不同,转型融合的路径也因此不同,关键是要认清自身定位,因地制宜发展。 我的感受是,一家一侧,一地一侧,有制作方面比较强的媒体,它就制作为主,做自己的IP,做自己的知名品牌的东西,那么当然也有以金融牵头的,那它可能在金融方面更有它的长处。 张晓辈有同样的观点,他以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在欧洲多国的布局举例,他们针对所在国家不同特点来制定发展策略,内容上也根据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实现精准生产。 在现在这个新闻网络时代,实际上是越来越精准化,你的受众,你的读者也是越来越分化,那么不同的受众,它会关注不同的新闻。 马来西亚星周日报总编辑郭清江说,华文媒体必须始终坚持内容为王,读者至上,华文媒体一头连着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,一头连着中国与世界。 无论传媒生态如何变化,传承中华文化的初心不会改变,华文媒体最重要的是拥有公信力,要承担起起敌民智,传承文化,凝聚华人社会的责任。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